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谈一下 2023年就到了剩下两个月而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的上半年 财运 事业运 贵人运 三连发的是哪几个生肖 心脏要强一点 我准备好了吗 没有关系 我们1月到6月都有 所以除了这五个生肖以外 这五生肖一定是大旺大吉大利 包括你的财运 事业运 贵人运都非常强 到底是哪几个生肖 来 我们揭晓谜底了 来看一下 属龙的 属蛇的 属马的 属鸡的跟属羊的 恭喜五位朋友 属龙的在去年应该是蛮压抑的 就龙困潜滩 最主要是因为你合到太岁 所以今年整个转运 那2023年的上半年我们就葵甘 葵甘的话其实财星落在老鼠的位置 那基本上为什么没有老鼠呢 因为老鼠还有一些问题 所以鼠没有上榜是有原因的 属龙的上榜了 属蛇的 属马的 属鸡的跟属羊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五个生肖呢 在上半年的运势是最强旺的 除了工作运 事业运 财运 以及贵人运都旺以外呢 那当然属蛇的是因为有贵人 属鸡的也有贵人 所以财运也会跟着旺 好 属马跟属羊是六合 属羊的呢 刚好呢 跟属这个2023年呢 2023年是鬼宝年 鬼宝年的财星是落在蛇 不是 落在属的位置 那老鼠刚才我讲过有三行星啊 有一些煞星 它有好几颗煞星 所以没有办法上榜 就是它有钱以后呢 也会乱花 或者呢不预期的花费会很多 那当然也会犯小人 所以要特别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11月最旺的生肖 属鸡属蛇跟属龙的 恭喜这三位 好 这三位朋友呢 非常旺 来 接下来 12月是属猪属兔跟属羊的 这12月的运势呢 这是国立的12月 这农历的11月 农历的11月呢 在国立的12月呢 运势是很旺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农历的咯 2023年我们就来看一下 1月最旺的鬼卯年 老鼠龙猴 看到没有老鼠开始出现了 好 要加码一个属牛的 因为财新落在属 那属牛的刚好是六合 所以呢属牛的呢 这个团队里面要加强的话呢 你的财运就会更旺 那刚好落在他的兄弟公 所以呢 在家运上面也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属牛的运势也开始会旺起来了 来 二月份最旺的是属虎 属马跟属狗 这三个生肖 超旺的 所以这个国立的二月份的时候呢 最旺的生肖这三个 接下来三月份最旺的生肖 属兔属羊属猪 其实都有 你没有发现呢 每个月份 他上榜的名次不一样 上榜的生肖不一样 那上榜生肖不一样的时候 也代表说 你可能不是在前五名 但是呢也都还蛮好运气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四月 四月的话呢 属蛇 属鸡跟属牛的 这个呢在国立四月的时候呢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属牛的就是属龙的 属羊的跟属狗的四个都是财库 本命就带财库 算是蛮会理财的 所以呢就是再穷也穷不到那里去 所以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他们会不会那个饮吃宝粮 什么饮吃宝粮 比如说在饮年的时候呢 吃掉宝粮的粮 本来储存要吃的饭呢 结果在饮粮就吃完了 或者在饮粤吃宝粮也不会 所以呢这四个生肖本命就带财库月 他们都会有优幻意思 所以呢这四个生肖叫 财库的四生肖 来接下来 五月份最旺的生肖 属马属虎跟属狗 所以你没有发现呢 这三个生肖有两个月都上榜 也代表说在上半年呢 2023年的上半年 这三个生肖是超旺的 好接下来六月份又来了 属蛇属鸡跟属马的 好加码一个属牛的 好那六月份呢 因为呢财星呢是落在属蛇的 好害宝未伤 哎不是那个 肆有丑三合 所以呢属牛的 少写了一个属牛的 对不起喔 那我再加码一个属牛的 因为属牛的运势也很好 2023年的 那财星落在蛇的位置 在四的位置 那刚好肆有丑三合 那所以呢属马的跟属蛇的是六合 所以呢这四个生肖 这边少写了一个属牛的 所以呢一月到六月 每一个生肖都不一样 对不对 好所以呢2023年呢 大家努力一下啰 好那当然呢 我另外还会做一集呢 就是出生月份 上半年哪一个月 出生月份最旺 好不好 2022年呢 11月呢 最旺的生肖 刚才讲过 有属鸡属蛇跟属龙的 那这三个生肖呢 第一个呢 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呢 要特别加把劲 我想要跟大家讲 还有一个属牛的也不错 因为呢 鸡 鸡是财星 财星落在机 所以呢属牛的 他本命带财库 这是属牛的今年呢 有犯刑客 所以呢就总觉得呢 有点压力 但上班族比较没差 上班族反而是好 如果是当老板就要小心了 当老板属牛的跟上班族不一样 上班族反而是转运 那这个老板的话呢 要特别小心呢 行事风格 所以属牛的 我们有把它纳进来 是有原因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当老板的 或者开店面的 不管你做任何的行业都一样 那尤其是科技业 在属牛的朋友 在今年的话 11月的话 特别小心 因为年底大家要做结算了嘛 所以呢 如果你有新的iPhone要发表了 或者呢 要合作的都要更谨慎一点 好 所以属虎的今年犯太岁 我没有把它纳进来是有原因 因为它是犯太岁 犯太岁的话就是比较会有一些麻烦的事情 或者呢不尽人意的事情 或者呢突发的状况 所以呢虽然12月份的运势都不错的话呢 只是要加紧脚步 那这个呢在财运上面要特别谨慎 还有比较会犯小人就是属虎的 因为今年太岁 在12月要走完了 12月要走完以后呢 在这个月总结算 你今年好的也总结算 不好的也总结算 所以我没有把属虎的纳进来 这样大家很清楚了 好 那这三个生肖的话是 一路旺到明年吗 我们再看一下 1月份的话不一样了 老鼠 龙跟猴 老鼠的财星呢 跟龙跟猴是三合 所以呢 旁边还有一个属牛的对不对 所以属牛的也代表说 你比较有贵人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没有发现呢 鬼毛年呢属牛的就开始转运了 老鼠也开始转运 尤其是猴子 猴子去年真是隧道爆 可能呢破财啦 人事问题啦 还有呢健康上出麻烦啦 甚至呢有一些小人意外啦 属猴的问题重生啊 就是那些狗屁刀罩事情会特别多 所以今年1月份开始你要转望了 虽然1月份还是正冲 不过呢因为有财星的加持 财星加持你就会稳定下来 心绪也会比较稳定 然后呢情绪也会比较稳定 各方面都会慢慢稳定下来 不是一下子就变很好 但至少1月份开始转好运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2月份的话呢属虎 属马跟属狗 好我们知道2022年呢 属虎的是太岁正座 那属马跟属狗的呢都会受到波及 但是呢在2023年呢 鬼毛年2月份的时候呢 这三个生肖整个一起呢 痞疾太太 而且运势非常旺 旺到你会抓不住的感觉 那个好像坐飞天马一样 这个不管在工作事业上面 贵人上面都一并一次到齐 非常恭喜你们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3月份 属兔属羊属猪的 这三个生肖的话呢 也是一样喔 你没有发现今年 属兔属羊属猪完全改观了 属兔的呢去年呢 感觉上呢有点那种憋气 出不了力气 属羊的好像被盖住了 那种先不起你的盖头来 那不是有一条歌叫 先起了你的盖头来吗 结果盖头先不起来 好像千斤重担压着你的感觉 今年完全不一样囉 所以呢在3月份开始呢 你会发现了你宏图大展 事业各方面的人际关系 都会非常好 来接下来 2023年4月份最旺的生肖是 4月份喔 属蛇属鸡跟属牛的 好真正旺气在这里 我常讲喔要有财气就要有气场 好不好你气场不够的人呢 绝对不会有太大的财 气场越强 好升官加薪都有你的机费 所以呢在国立四月的时候呢 这三个生肖一飞冲天 那个鸡是什么蛇变龙啊 牛就是像火牛一样喔 哇令人惊艳 你所有的每一场都可以打胜仗 胜仗 不是打胜仗好不好 不管是上班族 还有呢也可能呢 有升迁加薪的机会了 那你可能做业务的朋友呢 bonus会很多喔 那属鸡的朋友呢 当然在2023年的4月份以后呢 意气风发 好就像凤凰一样 不管男女都一样都非常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5月份 5月份呢 属马属虎跟属狗的 还有个属羊的 给属羊的拍拍手了 好因为马跟狗呢 跟虎是三合 属羊是六合 所以呢在国立五月份的时候呢 这四个生肖非常好 我没有写属羊的 你们再听一下喔 属羊的运势也超旺 为什么 财心加持 你总觉得是团队力量好强喔 然后呢很多事情很顺 然后人家会主动来找我们 就是说你去年是追着人家跑 今年是钱来找你 而且呢 忽然间订单加码 或者忽然间呢生意变好 要不然的话就是 工作市场上面的贵人超多的 你还没有 你开始要烦恼的事情呢 现在都一并呢都解除了 有没有发现台湾老师穿了一个什么衣服呢 秋香绿 对不对 好 老年就是秋香绿啊 知道吗 所以你看我今天穿了一个秋香绿的衣服 那就是代表什么 很漂亮的绿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在年龄到的时候呢 就要改变一下你的气场 改变一下气场呢 就会转变你的好运喔 好不好 那接下来六月份最旺的生肖 属蛇 属鸡跟属马的 还有一个属牛的 我觉得属牛的都转运了 属牛在这个月份也非常好 因为 蛇鸡马是三合 蛇鸡牛是三合对不起 对不起 再重讲一次 属蛇的财运呢 会鱼印到属牛的 也会鱼印到属鸡的 那属马的也会被属蛇的鱼印到 那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工作会有一些新的崭新的发想 崭新的一个成就出来 然后呢在财运上面呢 也有呢左右逢源的感觉 就是可能呢 你在财运上面呢 会有不求自来的钱财 那你知道很多做生意的人就是这样 忽然间订单从天而来 哎他加码了 所以我们在农历在国立的六月的时候呢 非常恭喜鬼卯年 那这四个生肖蛇鸡马牛 好不好恭喜你们了 希望大家加油了 如果呢你还没有上榜的话呢 没有关系我们再等待一下 把所有的事情跟扎的越深 那将来呢发展的力量就越强 好我再讲一次 要有财运要有气场 气场越强的人财运就越旺 气场不够强的人财运就越差 所以呢绝对不能什么哀声叹气 也不能够怎么样呢 自叹不如别人不可以 也不要呢每天都想着 啊我这个达不到愿望 我那个达不到愿望 不要这样想 你每天都要想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会达到我要期许的目标 你就会达到目标好不好 其实那个能量要强 强的话呢财运财气就会强 好那另外的话 我们的事业工作运也会更强 那过年就跟朋友讲了 那平常要与人为善 好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按下小铃铛 好祝福大家 2023年发大财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